近日,22岁,妙龄女孩小张坐火车,从北京回深圳上班。 途中在座位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小张感觉有人正在触碰他身体的隐私部位。 女孩,睡梦中有人触碰敏感部位目击者趁,当时是早上6点半左右,女孩小张正在座位上酣睡,突然惊醒,发现有一名男子正用脚对他身体的敏感部位进行磨蹭。 小张吓得大声尖叫,周边一些旅客也被惊醒,向男子头去比一目光,这名男子连忙穿鞋,低头离开,乘警巡查车厢发现可疑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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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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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